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担任 最后这个场次的一个主持人 那今天真的非常难得 也非常荣幸 可以邀请到四位重量级的讲者 刚才其实我们早上 或者是刚才那个场次 都有听到很多跟TCFD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事实上TCFD呢 是FSC在2018年 2007年8月所颁布的一个 气候风险的一个财务揭露的架构 那事实上富邦也在2019年 成为这个TCFD的supporter 我们也在今年推出了金融业的 第一本TCFD的报告书 那TCFD到底是什么 在企业界的应用要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呢除了有两位 在TCFD的一个先锋之外呢 也请到李局长来给我们一些方向 那李局长在经济部服务 已经超过20年 他致力于公司部门的合作 那也鼓励企业与研究机构 运用创新的解决方案 克服经济与环境的挑战 带领团队积极推动 产业永续发展 并且协助企业 因应国际的一个环保的标准 那他也在今年的9月 获得亚洲生产力组织 APO颁发的国家奖 获得国际级的高度的肯定 那我们今天来听听李局长 要带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方向 欢迎李局长 谢谢周主任 还有我们今天几个讲者 那主任要我来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TCFD的部分 那政府其实怎么样来面对 我们这个气候变迁 以及呢 怎么样去协助更多的产业 来因应这样的课题 我想今天早上 曾伦生曾次长也有做一些说明 那我大概这里 就我所了解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 不断的一个提升的气候风险 就会慢慢的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幕后推手TCFD 其实非常重要 那国内的CSR的相关规定 也开始注重这样的课题 所以2023年所有企业里头 要去揭露的这CSR报告 也要参照TCFD的这样格式 那到去这个上个月 10月为止 我们国内呢 其实不管在制造业 或者是在金融业 或在能源运输业等等 大概有60家的企业 表示支持TCFD 那我主管的范围 当然大部分是在制造的角色 所以在制造的角色里头 你可以看到像日月光 像东河钢铁 那当然等一下这个演讲者 TSMC 这个大概也是把这个TCFD的部分 把它纳入 那其他国家也觉得说 应该要加速去推动 所以呢陆陆续续呢 全球TCFD的支持的企业 也逐年地增长 那我因为要来参加这个 我也去Google一下 我们台大风险中心的一张 一个文章 他觉得说企业 如果只揭露TCFD的相关财务 其实还是不够 那这个因为什么是不够 因为这个TCFD的倡议 当然这个在CSR 我们现在才起步来去要求 但是其实你要让我们面对 气候变迁的这些风险当中呢 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跟付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让企业的这个Time的管理呢 从Nice to do变成Must to do 这里面呢 当然就会有Science-based的 这个减量的目标SBTI 那这个其实国内 大概有25家企业 那全球呢2000多家 参与这样的目标设定 那R100这个大家 这几年应该非常的熟识 所以国内呢大概有24家 其中制造业有13家 包括台达Asus 那当然TSMC 联电啊Acer 甚至这个零组件的厂商美律 也在R100里头 是100%的再生能源的一个倡议 那EP100的部分 是100%建立能源管理系统 那这个国内大概有两家 全球大概130家 这个包括大疆生意 还有科医研发 那EV100当然就是对电动车的部分 那国内目前只有一家 全球大概113家 所以台达的投入 其实大概绿能 以及这个减碳的部分 其实这个也可以当成 一门好生意 像台达其实就是一个典范 它看到这样的商机 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去满足这个市场上 所需要的部分 我想这个对于TCFD 它整合了这些国际气候倡议 让企业的减碳也必须加速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气候风险 这个在COP26之后 其实大家觉得 这个越来越重要 但是其实我们这一阵子 也很多的供应链 就开始倡议这些课题 所以像Apple它就说2030年 大概业务还有制造供应链 到碳中和这个条路要提前 大家是2050近零 2030这些一些业务 那当然有的是说 我这个office的部分 这个是要用全力电 但是office其实只占很小 可是这也是一个要去努力的地方 那Nike的部分 大概提到是2030自有营运的据点 温室气体的排放 要减少百分之65 然后供应链的这个温排 它减少百分之30 2050当然净零的部分 这些品牌商都有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TSMC我就不用讲 等一下就立容来讲 那我们看到这样 那国际的情形之下 我们在行政院就成立一个 cropway的协调小组 那cropway当然是由次长 所以早上是由曾伦生曾次长来 那其实公园院之中园院 这个也都在这上面 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 尤其今年公园院的院士会议 从早上就开始开 就是在谈这个怎么去协助产业 做精灵的排放 那里面有很多的工作圈 每个人负责不同 那在产业及能源效率的工作圈呢 这是由我们工会局在 这个主要的推动 那等一下我去讲 这一个怎么去展开 那绿运输跟运具电气化 就包括交通部跟经济部 那一个是这个运具的部分 我们是在做制造的部分 那里头也会分为两轮跟四轮 那富碳工作圈 还有这个治理工作圈 还有气碳能源的部分 分有各有分管 那我们部内在推的时候 大概部长是用2乘2的 这个静灵转型架构 什么叫2乘2呢 因为我们在低碳先开始去做 间低碳再后灵碳 那能源跟产业这两个 国外的计算方式 就其实有跟国内的台电就说 我的电你不能算我的 你都是你这个电子厂 都是你在工业局这些厂商用的电 所以这个算法就会被分成 从能源面跟产业面两个不同 那也没关系 反正减碳就是不管能源面 不管产业面都要做 所以我们先从低碳的部分 能源的部分增加绿能 增加燃气减少燃煤 那产业辅导的部分 我们也是透过燃气的部分 把这些没有的部分把它替换掉 或者是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 或者是用比较这个IE4的这些 马达的这个比较不耗电的部分 来做这些低碳的辅导 那长期就需要更多的努力 包括IEA也说 现在的技术要做到2050近零 其实是做不到的 那做不到 因为2050我们都80几岁了 但是现在就要开始做 那技术到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融进来开始 所以你很多 包括这个碳捕捉完之后 要怎么去用 所以你要CCUS 这个也是技术再往前进行 或者是氢能炼铁的部分 在炼铁的制程技术 或者是无碳的燃料 当然循环经济等等这些 也都是在滚动式的前进 那经济部呢 就刚讲到 在这个产业及能源效率工作组里头 我们找比较高耗能的 这个产业以及排碳高的部分 包括钢铁石化水泥 纺织造纸电子 那还有其他 所以基本上有七大的工作组 那我们是希望说大代小的模式 这大的型企业 以及供应链的龙头的部分 来去努力去做 那其他的中小企业 他其实可以做一些Benchmark 所以我们去从这个跨域的整合 从示范的应用 或者是到最后能够知识的扩散 让大家学习里头 中间这一段的跨域的示范 我们你看钢铁石化的部分 在做效能提升的部分 智慧生产或废热回收 这纺织的部分 那低碳的部分 水泥的原料的替代 或者石化液的像塑胶的低耗能的加工 或者是低碳能源里头 煤转气升职能 还有把一些固体再生燃料的SRF的使用 还有氢气取代化石燃料的这些评估 那负碳当然就包括固碳技术 还有碳循环的应用 那这个分别由工业局 由技术由能源局 一起来做这样的推动 那我们每个礼拜的部务会议 部长就会要求能源局 把国际大概在近零的这个礼拜 大概有什么新的一些报导 新的资讯 先做总体的报告 接下来就包括工业局技术处能源局 就要开始报说 那这礼拜跟产业沟通的行形 做的行形 那甚至连商业师 商业部门的部分 也在部务会里头要做报告 那以大大小的部分 就分为几个部分 你要先从计算中心厂的部分 再来从供应商 还要有一些团队去做诊断技术的一个辅导团 还有技术的改善 那这专家当然就是经济部所属的这些法人 那也透过科专的计划来去做协助 那怎么去协助呢 我就找了像金属的案例 我们南部有一个金属中心 这金属中心呢 他帮我们去盘点说 不管在设计的部分绿色设计还有低碳材料放进来 那中间当然最重要是主要排碳制程要去做改善 这改善的过程中呢 其实可以包括高效马达或变频马达 那他可能有些需要动力设备的部分 那就会有一些 他在这个制程上面的一个研究 那在电力加热的部分呢 一些高碳制程包括熔炼 烧结 锻造 压柱等等 参数要去做优化 排程去做优化 那当然关联的行业包括用到金属制品的部分都会在这里 所以类似这样子我们透过法人计划来去协助中小企业的一个净零碳排 那这个碳排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案例 中刚他自己要去画他的这个他的2050的路径 这个路径里头呢 他当然包括钢化连产 包括原料等等这些 然后化工厂的制程的部分呢 去做跟化工厂一起来做连产 我们也做了一些鲜水泥液的一些案例 他做碳中和的时候 把这个减碳的策略融进去 包括在运用替代的材料 原物料 还有碳补货的部分 那最近的一个案例是跟大家报告 是一个供应链的角度 那玉日车厂 我亲自也跟他们主办这个科的科长去做讨论过 他们觉得说他的母公司他会有一些政策 那他政策来了之后呢 他需要供应商的配合 那这个供应商其实走这条路当然成本就会增加 可是其实他已经累积很好的一个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沟通的模式 就是你来加入我这边的时候 比如说大衣的车灯 或是Bakunia的健身 或是板筋 还有车身 内饰 它一起去盘点下来 所以总体系的部分呢 辅导了29家 那我们透过我们局的一个辅导计划来去做协助 总减碳量呢 大概10113二氧化碳的碳排 那所以呢 这每一年的部分都可以去做计算 那我们类似这个就跟部长报 部长说 你只有一家不够 那我们说我们经费就只能辅导一家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还努力去争取经费 那现在以目前这个环境 大概我们要努力走这条路 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帮忙 企业界 其实台湾的企业界 对于国际的责任的付出 其实非常非常的愿意 因为我们是做全世界的生意 我们的厂商其实 曾市长有一个形容是蛮不错的 就是骑脚踏车 前面要有领先群 领先群前面有一个破风手 所以我们虽然是可以在领先群 可是我们不一定要做到破风手 但是对于国际的这个环境的责任 我们是在领先群里头 努力去做推动 我想最后的结语就是 我们其实大概去 总统也宣誓说 2050要做静零排碳的部分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还是能够跟厂商 一起再做努力 我们也需要配合国际品牌商 如果你不做这样的事情 你可能接不到订单 我们还有面临 西边的2023就公布 2026就开始要去做实施 所以这事情这三年 这个也需要很多的准备 所以这一个部分 目前怎么样把碳盘查 碳足机还有减碳的能力 一点一击去做 所以有这个机会 也要谢谢台大 能够把这样的课题 然后经过知识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条路 很难走 可是还是要努力走 所以我的简报就到这里 时间也差不多 谢谢大家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今天早上台达店的海董事长讲说 要知道怎么做ESG 要做什么 参加国际评比 DJSI 那今年11月 也就是刚公布的DJSI评比 台歌大成为全球电信业的第一名 而且在环境跟社会面的部分 优于全球的98%的企业 所以台歌大在ESG DJ在这一块 是非常领先的 事实上刘副总也担任 全球永续富能倡议组织 GESI的一个理事 持续与国际接轨 推动企业实践永续的各项作为 台歌大在刘副总的推动之下 在2018年就把TCFD导入 运用TCFD作为财务相关风险的最高架构 那也在今年制定具体的计划 刚才其实很多的语谈者都提到了 需要具体的计划 那我相信台歌大在这个部分 已经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计划 而且承诺在2040年 会全面使用再生能源 我们来欢迎刘副总来跟我们分享 台歌大是怎么做的 欢迎刘副总 谢谢Cindy刚的介绍 那个周主任还有局长 还有丽荣以及边教授 各位朋友们大家午安 我是台湾大歌大负责永续发展的流利会 台歌大其实是一直很努力 但是我想其实怎么努力都还不够 因为其实全世界现在环境 这个气候变迁的恶化的程度 其实远比我们推幅更想象的来得快 所以作为一个台湾电信产业的一份子 我们觉得我们是ICT产业的整合中心 以一个network架构来看 所有的科技应用 其实都发生在这个网络平台上 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 未来的这个应用跟创新的能量 架构在我们这平台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责任带着我们的消费者 跟我们的巴大利亚关系人 一起把这个国际永续议题跟倡议做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本心 那接下来就应这个Cindy主办单会 跟那个周主任这边 希望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Together Run for Green 以台湾大哥的角色来讲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 那今天我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做的TCFD的风险评估 还有我们在这个情境分析 跟量化分析上面 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 转换成财务数字 来跟我们内部跟外部做沟通 那发现这样的一个 潜在财务风险之后呢 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管理策略 来因应这个鉴别出来的风险之后 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那先来看这个TCFD的架构 其实刚刚Sindy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台阁大其实我们很早 18年就试着要开始导入TCFD了 但当时其实台湾早不太到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role model 我们可以去依循 但很幸运的我们跟KPMG合作 它给我们一些蛮好的一些建议方向 我们就开始来尝试 那今年2021年我们所发布的 其实是我们第二次的TCFD的报告了 第一次发布是在2019年 那这一次第二次的发布呢 我们其实我们从最上面这一行 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们是21个专责单位 大家一起讨论 所以我先说明一个前提 对我们来说 做这些永续推动 结果不是最重要的 结果是一个bonus 它可能是一个真的bonus 可能是一个负面的 如果成绩没有很好 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够 但最重要是这个process 所以在2018年其实没有很具体的 大家知道怎么是一个right track 去开始做TCFD 或者是说这个right track 就是算是对 但是导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那么的科学化的被评量 这件事情 其实都没有那么明确 但我们就是做了 就是内部process很重要 所以我们比较开心的是说 这两次的TCFD 其实都是内部各部门的主管 各部门的同仁一起来讨论 讨论出这个风险矩阵之后呢 这个2021年呢 我们其实找到这12个风险矩阵里面 我们觉得潜在脆弱度 跟潜在冲击程度 最大的是这一个 也就是永续相关的要求规范 所增加的一些需求 特别是在再生能源 这个零碳能源相关的需求上面 其实国际趋势的要求规范 越来越多 那我们要合规 我们也想要成为一个国际标杆企业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忽略外在线在对于这些 对于企业在零碳排上面的要求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就开始去制作这个 了解一下环境上面 外部上面 跟台湾内部上面 对于环境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看到全球的政府 大概平均都希望在2030年 或比2017年要减碳2.1% 然后也了解到 有130多个国家已经承诺了 在2050年要达到净零碳排 那也看到了碳综合目标的这件事呢 其实有很多国家定得更早 像这个英国的B7电信公司跟加拿大 其实都是设在2030年 那再来看倡议R100的 我们就觉得 我们其实起步真的太慢了 就像包括Google Apple其实都在2017 2020年 就已经开始宣示做R100了 或者已经达到100% 使用renewable energy 所以再回来看台湾的状况 那如果要因应我们的合规需求的话 环保署其实也有一些 未来这个温室器减量跟管理办法 要修正为这个气候变迁因素法等等 那预告7、60天 未来也有碳费收入等等 那再来一个就是 我们去看我们Benchmark 刚刚等一下台积电上来讲的时候 他们的作为会更积极更惊人 当然不同产业啦 我们是电信产业 比较网络架构 那台积电作为这个户国省山 他们的这个目标更积极 也更有这个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所以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努力地在自我要求 所以我们去考虑外部环境 跟考虑内部环境 我们去评量我们的下业 所以总经理 我们的林志宗总经理 今年我们很开心 他宣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年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去年是5G开台 其实在5G开台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5G network 它的耗电远大于4G时代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倡议 如何让5G科技发展的同时 我们尽力减少到碳排放的作为 所以其实我们多大技艺游行的话 台客大其实是第一个倡议 未来这个五大电信业者的基础建设 其实应该要开放 可以空瓶共战共构 那过去NCC的法令是要求 一家电信业者要有一个自己的独立 network 那但是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法令规范 其实是跟节能减碳的这个趋势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在倡议的这件事情之后 NCC也很帮助我们就开放了 所以2G shut down 然后3G开始只留一个系统 维持一个基本通话 到未来4G 5G 可能有更多的共评共构的状况 其实都是基于希望能够减少碳排放的一个想法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5G开台之后呢 我们的SBT科技检量目标 其实在18年吧 就是我们第一次通过是18年 19 对 2020 5G开台 所以我们在5G开台的时候又再送了一次 那就是因为整个baseline调过了 已经变动了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再去看 那如果在5G开台之后 因应整个用电需求的大增 跟未来我们有减碳的决心 以及政府供应绿电的这个 这个时程上的节奏 那我们该怎么去订定我们的SBT 所以我们就依此在2021年又再送了一次SBT的目标 也通过了 那我们就会朝这个目标减量的方向前进 那另外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那我很感谢我们总经理跟董事会都很支持这个决定 就是我们宣布了2040年R100 就是全公司120%用绿电 但电在哪里 所以要请局长再帮我们一起 其实我们时间压载比较多是在30到40年 那时候台湾的整体环境的绿电功绩 一定是可以比较上来 所以在30年各位看到 2030之前我们的减碳的目标 设定的稍微弱一些些 不是因为没有企图性 是因为考量到供电环境的问题 那有这两个台客大自己内部定的目标之后 我们再去看 刚刚看到外部环境 跟台湾大客大自己的减碳目标之后 我们要去推测我们的TCFD 也就是气候风险的这个情境分析 跟量化它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做了两个情境来做分析跟推估 那这两个情境 一个是NBC的国家情境 上面这个 另外一个是Well Below Two Degrees的情境 那透过这两个情境去评估 我们要上面的这个是用我们的这个RE120 就是这两个都是我们在参考这两项情境的时候 要去面对的一个议题 就是台客大有这两个宣示 我们俩要重复案了 对 好 所以因应这些相关的这个永续的需求跟规范 所带来的财务冲击 那我们该怎么样来预估我们的绿电的使用 还有可能要缴纳的碳税 以及减碳的这个成本到底要投入多少 所以同事们很辛苦地跟我们KPMG的团队 一起把这个报告work out 相对应之下呢 其实最后会有三个财务的冲击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绿电自建 然后必须要有购买绿电 才能够符合我们达到我们这两个不同阶段 一个2030的SBT 一个2040的RE100 然后最后就是碳费的征收等等的 那最后一项可能会产生财务冲击的这一块呢 是因为我们鉴别出来 我们现在还不是属于政府部门认定的用电大户 所以在这个部分有先排除 所以在这两个 这三个ABC 三个前提之下去估算 实际会带来的财务冲击是多少 好 我们下一页 好 那 再下一页 回来下一页 好 我们看到这个 NDC情境 其实我刚刚讲的ABC这三项 会有差别的其实大概就是在C的这一块 一个是计算碳费的成本 那这个碳费的成本是按照环保署 它由委托伦敦政经学院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我们来计算这一块 我们要另外去付出的碳费成本 大概是29 30亿左右 但是我们另外一块 自建绿电跟购买绿电的这件事情 大概会到120亿跟0.8亿 也就是说在国家情境设定之下 我们因应未来我们要这个2040R100 因应SBT的这个需求 我们公司可能花在这个财务上面的支出 会达到150亿之多 这是要让同门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费用其实你不支援它 可能会面对其他的风险 那再来就是well below two degrees之下呢 其实我刚刚讲差别就在C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这个 如果你用其他减碳作为来减少 你这自建跟购买绿电以外的 这个碳的这个计价跟碳的成本的话 这一块大约是要到6亿左右 那以well below two degrees的情境计算下来 是大概在126亿新台币 那我们评估出来的这两个结果呢 其实我们都有跟董事会报告 那为什么要跟董事会报告 为什么要从内部的这个所有单位各部门 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前面就说了 那过程很重要 这个金额是一个推算出来的数字 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参考的数字 其实都要有赖可以帮我们找到很多的文献 去做这个计价的这个标准 像在这边的这个其他碳作为的投入成本 是按照这个IASA的这个组织 在维也纳的Luxburg的一个机构 研究机构他们的一个文献里面 我们去推算出来的 那但是这个结果呢 它不是一个精准的数字 它必须说它是一个推估 但是它是一个有意义的参考值 所以其实未来我们不见得会花到100多 150 但还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那我们要设法透过台客大的采购的 这个能力啊 或者是说也期待未来这个离岸风电也好 或者是其他新的这个绿色能源的开发 能够降低这个碳成本的支出之后 减碳成本的支出之后 也许我们能够cost down这个金额 但是当我们算出这个金额 跟有这个逻辑性的推估之后 再去跟董事会报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达成一个蛮好的共识 跟讲难听好像有点威和 但是有了这个预判的结果 就大家比较知道我们要怎么去努力 所以我们就有了五大核心的管理这个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在绿电自建的时候 大约是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少 占了30% 就是如果达到2040的目标的话 我们如果要绿电转供跟采购的这一块呢 自建占70% Sorry 我讲错 那绿电转供跟采购这一块 会是大约占30% 然后绿能的投资 应该是我们现在急剧要加入的 那这也是前一阵子 林总在这个天下的沟通上面 觉得政府应该要多提供这种协助 让业者有心要投资绿电的这个部分 能够加速推动我们的脚步 那基站的节能 以及这个气候风险的财务评估 我们还是会再持续做 因为这是让我们跟外界连接在一起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以19年我忘了说明 当初我们是用台风 台风的再来的风险 实体风险来做评估 那个时候的风险 金额算起来只有500多万 那我就跟我们同事在笑 我说500多万 会不会让企业更不愿意投入 做这个气候管理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 其实还是一样 我觉得那个process很重要 就是你开始投入这个气候风险的评估的时候 你会慢慢地选择一个 对自己是真正有参考价值的 风险因子项目去做评估 所以这是我们 OK 以今年2021年的这个报告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局长未来你在这个介绍的时候 我们SBT跟RE100都有投入 所以可以帮我们留位 谢谢大家 谢谢 所以台湾企业在这个加入国际创业的部分 真的是不遗余力 那我要延续刚才讲这个DJSI的梗 因为那个海同志长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也觉得它非常重要 但是呢 其实台湾第一个入选DJSI的企业 不知道大家知道是哪一家 这应该很简单吧 就是待会要出来的台积电 它已经是持续入选DJSI世界指数第21年了 今年是第21年 那我相信呢 这个在对于 除了就是大家都说它是护国神山 在这个经济的影响力上面 或是在半导体上面的一个 一个影响力上面很大 以外呢 它在业居方面的推动也是不予余力 在台湾呢也身具一个领导地位 其实这个礼拜一 天下还带我们各个企业界的做永续的相关的人 去台积电取经 那其实我们也得到非常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今天请到呢 是在业居的主则单位 企业永续部的张经理要来分享台积电的一个成功之道 那台积电呢除了我刚才讲的是第一家入选DJSI世界指数的企业 以外呢 是在2018年发布了一个台积气候变迁宣言 同时呢 也在那一年导入TCFD的架构 那在今年9月16号 也发布了一本第一本在这个TCFD的报告书 是在这个半导体业的第一本TCFD的报告书 那希望可以持续扩大台积电在这个部分的影响力 那我们欢迎张经理来跟我们做分享 欢迎 我觉得站在这里很惶恐 谢谢大家各界对台积电的厚爱 然后我发现我待会要讲的简报 那局长啦 心提都帮我讲了这样子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 那我是台积电的张绿荣 今天代表台积电来这边分享 我们在气候行动的一些努力 那坦白说 刚刚听了就是局长 还有就是另一位副总的分享 我真的觉得台积电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学习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我想刚刚很谢谢大家都用护国神山来提供台积电 可是对台积电来说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自己 我们只是把自己视为是一个在台湾 生根的一个 我们希望在台湾生根的世界级企业 那我今天用一个简介来介绍台积电 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使命是我们最敬爱的张绿摩博士创办人 他对我们的期许 他希望在技术跟产能方面 我们可以成为客户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那这个是台积电成立那一年的3C的世界 我相信很多同学那时候还没有出生 没有看过 然后这个是现在的3C的世界 我相信我们现在每个人 人手都有一台手机 那这个手机就跟一个强大功能的电脑一样 我们可以谈话 我们可以行动支付 我们可以游戏 那这一切的努力 我觉得应该回归到 我们刚刚说的使命 台积公司希望跟客户一起 一起的创新 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五大技术平台 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美好的改变 那这些美好的改变 无论是从就是power就是管理 就是或者是我们的人工智慧的入听器 或者是在非洲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帮助我们的客户 只要用手机跟超音波 可以随身带着走 我想这些面向都是台积公司 希望跟客户一起的创新 驱动更多人类生活品质的提升 那这些无论多么的炫 多么的创新 这些创新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能源效率的提升 这就带来我们台积公司 对自己期许的第一个气候的角色 我们希望能够研发低耗电 能够提供客户最具能源效率的技术 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 所以我们各个制程技术 一定是越来越省电 在根源院的一个报告中 台积公司没使用一度电 就可以为全世界省四度电 那这个 可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深根于台湾 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 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的生产如何能够降低 对环境的冲击 所以我们在绿色制造的是 我们第二个的角色 我们从减缓跟调试出发 在这样能够把减缓跟调试做得好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气候治理的机制 在台积电 我们从无论是风险管理委员会 节能减碳委员会 SEG委员会 从下到上的董事会 我们都希望能够上下一起来 来推动这个气候的 因应气候变迁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今年 我们就是 董事会颁布了一个新的措施 就是把我们高阶机理人 在气候变迁相关的绩效 跟他的新手做连接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关键的一步 怎么让高阶机理人 对气候变迁有感 然后进行驱动 他的组织 做出更多的创新 因为我觉得 土法不足以置行 再好的策略 如果没有可以量化的指标 可以追踪 我觉得很多时候 都流于空谈 所以在减缓跟调试 我们设立的目标 那我们希望台积公司的 整个生产可以降低 我们在台湾的外部 环境外部性 那当然不能只有独好 我们的供应链 也是我们衍生的一个气候伙伴 因此刚刚大家已经把我们说了 我们加入了R100 然后我们在今年真的 也就是我们宣称了 205年的净零 对台积公司一个这样半导体制造公司来说 宣示净零其实是我们对这块土地的承诺 在台积公司这个承诺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 当然就是晶圆厂的生产 所以在晶圆厂生产的节能 绝对是重中之重 那我们在台积公司怎么做呢 我们就透过节能减碳委员会 有组织有系统的推动 我们要在全部的晶圆厂 化成五大节能团队 每个团队根据他的机台跟厂务设备 都有他的任务跟他的使命 每一年都至少有四五百个新的节能专案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这是全台积公司一起的努力 我们460个节能专案 去年共省下了五亿店 那大家都知道 我想刚刚另一位副总也说了 跟局长已经发出很多的需求 所有的静零专案 没有再生能源是无法达成的 那在现在台湾的 就是再生能源的环境的发展情况下 我们先占定了 在2030年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40%的再生能源 那在海外 再生能源的取得相对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所有的海外办公室 所有的海外的厂区 都已经100%采用绿电了 那这些努力也让我们得到了 就是R100首届的领袖奖的一个肯定 那讲完了减缓 我们要讲调试 缺电洪水缺水强风 这个也许每个企业都会做到 那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在金元厂开始设计建造的第一时刻 就要把刚刚的这些 所有的设施都要能够把它就是导入 那我们也透过跟国际接轨 利用了就是世界资源研究所的 水风险管理的工具 来看看我们在全世界的厂区的 所在的水风险 对于洪水跟缺水 我们可以尽早地提供一些规划的措施 那当然再生水 也是我们对这块土地的承诺 我们明年就可以开始供水了 这是台积公司跟政府合作的 第一个自有的再生水厂 那我们希望在2030年 我们有30%的用水是再生水 我们刚刚谈的都是 董事会 委员会 各组织 节能团队 那我们的员工呢 台积公司有5万多人员工 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为台积电服务 所以他们的金头脑 在经营这个永续之路也不可少 所以我们在从去年开始 我们举办了一个EH Award 让我们每个员工来贡献他们的点子 这张其实是我们今年内部的沟通的素材 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 从他平常的业务中出发 因为EH不是额外做的事情 是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从每天的想法中去出发 能够提报点子 能够帮助公司在节能减碳的行动上 可以做得更多 更深 更广 我们今年非常开心 第二年 就像我老板讲的 第一年我们有785个案例 我们已经好开心了 第二年我们有超过机会1300个 那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 这些绿色创新绝对不是只有班丸奖 我们这些从第一届开始 每一个同仁的提案都经过审慎的评估 公司会提拨资源让它发声 在去年的20个点子讲中 目前有16个点子讲正在进行 那这是今年新出炉的12月9号就要颁奖的 我想这些点子应该在明年 如果能够就跟大家分享的话 应该有更多的绿色传新正在发声 讲完了台积公司跟客户跟自己 那我们的供应链的伙伴 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所以我们从绿色机台的一开始的研发 或者他们的节能辅导 台积公司都把供应商视为 我们重要的绿色伙伴 就像刚刚说的 如果只是呼吁 可能没有办法有成效 所以我们帮助我们的供应商 设定他们的永续目标 我们对于我们的高用电的厂商要求进行碳盘查 我们希望跟着他们不是只有要求 所以台积公司在去年成立了供应商永续学院 这个学院开放给不只有供应商 每个人都可以上去上 那未来的新的进营 我们在那边有课程 也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 这些努力 从上游的供应链 到我们自己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绿色生产的模式 提供一个低耗电的技术 开发更多的检验产品 这一切的努力 都希望我们可以为整个半导体供应链 打造一个低碳生产的价值链 那刚刚琪琪姐跟我们说了 我们在2018年就导入了TCFD 在同年我们也发布了 我们第一个的气候变迁宣言 那在今年9月 我们完成了一本的TCFD的报告 刚刚无论是立位副总还心底 说的都是我们一样的心路旅程 结果不是重要的 过程才是重要的 那对台积公司来说 我想这些TCFD接触的治理 策略 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 其实就是台积公司一路走来的气候变迁 行动的路径跟历程 刚好乐得跟乐得两者是不谋而合的 我想台积公司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那请大家继续给台积电支持跟指教 谢谢你们 谢谢 气候相关的财务揭露 除了企业要积极地导入TCFD的框架以外 在量化以及直化的资料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最后呢 请到政大创新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 变中会博士 那他是专攻国内外企业永续金融 跟绿色金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尤其针对企业面对气候变迁 在转型跟实体风景上面的量化研究的部分 那特别是在计算评估财务数字的冲击 他有深入的研究跟见解 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企业非常关注 且非常需要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变博士 他会以气候变迁与永续金融为主题 带给企业因应目标达成的一个 真知左见 欢迎变博士 好 大家好 非常惶恐 那今天来跟大家来 面对这么大的企业 然后还有官方 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进展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边的一点点的一些小的进度 还有我们风险中心 还有跟富邦一起怎么在这个 企业永续金融的部分呢 累积的一些研究成果 好 那这张就是 好 这张就是两年前 我也站在这边 两年前 2019年 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在谈 也是同样的富邦全球化讲堂 那我们那个时候在谈灵碳 静灵 绿化资本流 绿色金融呢 TCFD呢 其实都还在 倡议跟名词解释的阶段 那刚刚有提到 其实那时候台阶大已经有一些 进度跟进展了 但是就是领头羊 破风者 那我们其实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是 参加之后就是看 也是同样的看到同样的趋势 然后呢 就是希望开始倡议跟名词解释 然后希望把这样的概念 还有这样的政策一起推广出去 那从2019年呢 到了现在2021年 2021年底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说其实 灵碳 静灵 绿化资本流 我们刚刚提到的绿色金融TCFD 都是现在进行事了 都现在进行事 甚至我们都不需要 跟大家多数解释了 像刚刚几位先进在谈的 其实都直接跳到了 我们要怎么做TCFD 我们TCFD的各个项目是什么 都谈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跟细节 那以至于说 我们其实都不太需要 跟大家在这个场合 再跟大家定义 什么叫TCFD 什么叫绿色金融 那这个是我前几天去抓的 这个算是一个小的证据 那台湾的灵碳 减碳 灵碳 静灵 气候变迁的声量变化 大家可以看这是 两年前 6月25号 也是富邦全球化讲堂 声量只有穴位的起伏 但是到了今年 各位可以看 非常密 非常密 然后非常多的起伏 就是那个声量 那这是一般的大众 其实也对于这几个议题 有非常共感 还有了解 那我个人认为绿色金融之所以 变成一个很 大家都耳熟能详 甚至也开始有感的一个议题 其实主要有四个推力 那第一个就是国际的部分 那大家看到这张漫画 这个PGMG是加州最大的水电公司 PGMG 2019年申请破产保护 PGMG呢 PGMG的整个营收 它的整个资产跟台电一样大 差不多就两兆一样大 申请破产 一个这么跟台电一样大的公司 它倒掉 会倒掉 现在不是因为什么什么电厂没盖 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气候变迁野火肆虐 气候变迁野火肆虐 那大家可以看这张办法 非常清楚 PGMG bankracy 我要破产了 烧到谁 谁是BBQ 加州政府 还有bank 还有bank 多少bank 多少 它不只是bank 还有不少银行 包括保险业 多少都在这个地方 贷款给PGMG 甚至还有很多的资产的保险 那PGMG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虽然申请破产保护 最近几年它还在运作 三不五时就断电 不是因为气候变迁 也算是因为气候变迁 它是因为怕别人告怕 也怕别人告怕了 我只要我的电线 我的设备因为气候变迁烧起来 那我就会被人家告 那我干脆就先把它超前部署 先断电 现在加州会断电 不是因为电不够 而是因为PGMG 那个PGMG超前部署 你们会来告我 我先把你断电断掉 这个真的非常夸张 已经到了这场地步了 当然现在台湾跟加州的 时空环境是不一样的 但是已经可以知道说 这么大的公司 碰到整个气候变迁 它是完全无能为力 完全无能为力 那这个是经济学人 这前一阵子做的一个统计 2018年 就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没有保险的 受到所谓的超大灾难损害的 整个损失是这样 现在有保险要赔付的是这个样子 这个指数 其实一直在呈现指数型的成长 指数型的成长 今年大家也就知道 德州 我在德州念博士班 德州整个大厅店 也是有电力公司倒掉 也是有电力公司倒掉 那赔这些保险业 赔德州人 德州的家庭 真的是赔不完 那这个也是 Global Insurance 跟气候相关的自然环境 Insurance的Loss 就是没有 就是要赔付的 已经到了601了 然后呢 没有赔的 不敢保的 没有保到的 也是这个值 也是费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保险业是首当其冲 但是不止保险业 我现在银行 我要贷款给所有的企业 我都要面临很多的风险 包括你这企业还不还能疗款的问题 那再来是 国际气候风险揭楼 已经成为主流了 那过去是建议 那最近的是 今年9月宣布 英国 我想是因为 因为是COP26的关系 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宣誓 2022年4月起 1300家英国大型企业 要强制公布TCFD 这最新的 明年就要 大家就要强制公布了 不是建议 不是建议 已经是强制公布 那 再来是企业的部分 这是政府的部分 不好意思 好 刚刚都提到了 政府已经开始扮演 更积极的角色 第一个 刚刚局长也提到了 从绿色金融1.0到2.0 已经从倡议 更重视资讯揭露 在气候变迁风险揭露 局立化资本流上面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包括 也提到了 今年4月提出了 禁令碳牌 那10月也提出了 禁令碳牌路径 刚刚很重要的 还有 前一场 前一场的 前一场 金管会的官员也提到了 明年 明年就会有 叛牌路径出来 叛牌路径 这非常重要 等一下会提到 禁令碳牌路径 对于我们每个企业 去计算TCFD的重要性 那更重要的是企业 刚刚都提到 富邦 还有台积电 都完成了第一份 TCFD的报告 那台阁大 也在2018年 也引入了 那这些东西 其实 我们不能说 它是先求有再求好 我的看法是 它们的品质跟水准 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已经开始去计算 每一种 气候变迁风险 带来的财务冲击 尽力去计算了 那背后 还有什么样的 可能性 可以往前推动的地方 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台大风险中心 这边做了一点研究 那民间的部分 非常重要 我个人认为 现在的TCFD 还有永续金融 已经进入到了 各种利害关系人 共同监督 倡议跟研究的地方 包括刚刚的350 包括刚刚350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 台大风险中心 每年都会出 十大温室气体排放源 直温室气体排放变化趋势 去看每一个企业 到底你 改善了多少 改善了多少 那这个数据 我等一下也会谈 这个数据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未来需要 有什么样新的 更好的数据 来看 来盘点 来去检查 每个企业 它的表现 那我会认为 到现在这个地步 整个绿化资本流的推动 还有绿色金融的推动 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第一个 国际TCFD的强制化趋势 这个非常有可能 第二个 民间企业有更具体的需求 第一个 强制化趋势 英国我觉得开第一枪 还有纽西兰 其实呢 大家也要开始部署一件事情 如果R100等团体 要求供应链 公布TCFD的时候怎么办 当然台湾这边 刚刚上一场 金管会已经要求了 在CSR里面 也要开始去纳入 TCFD的一些条款 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中心 在盘点TCFD的时候 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的确是 第一个是TCFD的报告品质 那第二个 中小企业有没有能力 去计算自己的碳盘查 第三 很麻烦 非常非常麻烦 TCFD怎么去算 十年内的预测资料 怎么算 我们可以算世纪中 可以算世纪末 那可是 对于金融业来讲 他贷款给长期贷款 短期贷款 三年五年十年 我怎么去评估 这个企业三年五年十年的 气候变捐风险 现在目前还有困难 那再来是实体与转 实体风险与转体风险的 财务模型建立的问题 这个部分等一下会跟大家谈说 在资料上面怎么 我举个例子 刚刚台积电 不管是台积电还是台阁大 他们算的TCFD 比如说他们已经非常的 有概念 也非常的 非常有sense 去知道要用情境分析 去算说 我有这个情境的时候 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财务风险 好了 那我对银行 对银行来讲 如果A公司 用2度C B公司 用1.5度C的情境来算 我到底要带给谁 我带给谁 对啊 我带给谁 可能你 这个标准不一样嘛 我怎么知道 你的2度C的情境是怎么算的 那你2度C的情境 可能会比较不严重 那1.5 我用1.5度C 可能会非常的严重 因为它的冲击会非常大 那难道我就带给这个用2度C的人吗 这个也不太对吧 也不太对吧 那也会变成说 当银行在 或是金控业 当它在看TGFD 各个系列TGFD表摊开来的时候 会帮你到说 标准 还有各种的盘查 盘查的标准 各种的指标 它的计算模型 还有它本身的 许多细节不一致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 其实今天大家都听到的话 其实很重要 就是英国它有非常领先的制度设计 那还有它有非常完整的 整个对于气候变迁金融风险 一个非常完整的顶层 中层跟底层的设计模式 我这边大家就是比较浅显的介绍 第一个 它们的顶层设计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气候变迁委员会 提供咨询跟建议 这是由专家学者提供的 组成的 那政府有回应的义务 那跨部门的TCFD 还有金融监管联合工作小组 就是由所谓的PRA FCA及就业及退休事业部一起组成 就是说刚刚有被 大家应该也听到了 我们的政府其实也开始做类似的事情 这是非常好的 就是跨部会的大型整合 不只是要整合而已 它还要有谁监督 它对谁负责 这都要设计好 这都要设计好 而且呢 到底我们的 不管是最高的行政部门 还是总统 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怎么追这件事情的 那这些东西顶层设计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中程设计 他们其实已经设定了科学基础 明确的减量目标跟碳预算 碳预算 这个东西它就表示说 我就是 如果我要进行2050的近零碳排 那我不管是1.5度C 还是NDC 还是2度C 它到底它的每个产业 不只是我整个大国家大方向 每个产业的路径是什么 这样我才能去推说 我这个企业 我可能要减多少碳 我的SBT 我要怎么去建立 这个东西其实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路径 那这个东西 甚至定立不同的路径跟时间表 那底层设计的部分呢 那也提供了情境分析的指引 那是提供每个企业的 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 没有资料跟模型的TCFD 只是飘绿及公关宣传 气候变先的模型与资料 他们是非常非常积极的盘点跟提供 那这个指引 刚刚也听到 现在目前金管会 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也开始去做一些指引了 但是细节还没看到 那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 有类似的东西出来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英国顶层设计 那台湾是能减半 那刚刚也听到了 其实有净零潭派路径的办公室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表示说 在整个跨部会 如何去凝聚共识 然后去往前推动 是很 然后再来是中程设计 有部门路径 减量目标 那之前只有2030年能源比例 那明年初应该就会有 零碳路径出来 有了路径 企业才可以遵循说 我某个产业 我大概这个整个产业要减多少 那我这个公司 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产值是多少 我大概就是要 也要拉出同样的曲线 那底层设计呢 是提供情境分析跟资料 那台湾这个部分呢 资料现在目前散落在各部会 刚刚也听到说 已经开始在汇整跟整合了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是一个例子 那英国政府盘整出80项 资料跟模型提供企业使用 并且呢随时追踪模型 跟资料的品质与更新 80项 这都下载得到 某一个 这个机构产生了什么样的资料 它的资料的名称是什么 然后呢 它是产出的是scenario的 就是情境分析呢 还是方法呢 还是所谓的各种 其他不同的资料的类型 都一直提供企业做参考 那这个部分呢 我也是希望跟大家讨论 就是说 我们在函 实体风险跟转停风险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还有有些困难是 科学研究很难 比如说三五年内的风险几率 没有办法 然后那个别企业的调试行为 我也没办法知道啊 你们的厂房电高了两公尺 我也没办法知道 然后呢 已有的风险数据 比如说TICIP的资料是非常好的 那有些呢 也需要资料开发模型 包括违约几率模型 财务冲击模型 还有更小网格的缺水 淹水强降与资料 那目前是这样子 但我们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啦 那我们会希望它慢慢变成说 这个最大越来越大 这个地方小一点 这个地方也小一点 会希望这个样子 那因为时间到了 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这是我们在盘的 我们风险中心在盘的相关资料 包括说企业营业资料差哪些 企业碳牌资料差哪些 我特别想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说明年盘出来的资料 碳牌就是要求企业 要求出来的资料 还是跟现在目前的 资料品质差不多的话 其实它的用处会有点不大 我举个例子 有些公司今年 今年它公布的是 scope1,scope2,scope3 明年 去年也是公布 scope1,scope2,scope3 但是去年是公布 连国际一起公布 今年只有国内 就有这样的事 那这两个怎么比 没办法比 那你的指引 除非是很精确的告诉它说 你scope1,scope2,scope2 都是国内 国外要清楚的标示公布 这样子 企业界才有可能去做比较 金融业也才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跟你在 你说你碳牌减少了 但是因为是你去年 你今年是把国外的给去掉了 那这样可以吗 应该是不行的 那这个是其他的 我们没有拿到的资料 有些是可以做的 那供应链灵想 其实我们也在算 我们其实是用 Bloombo的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的资料 这个是要订阅的 我们现在有拿到 现在在看所有企业 它跟R100的订单 还有营收的关系 那我现在做最后的结语 就是说我会 个人会认为说 现在目前是在国际压力 跟企业民旧需求下 大环境下 我们应该共同来设计一个 各个利害关系人 参与的正向循环的制度 第一个是国际 针对国际的趋势超前部署 那政府呢 不管是制度设计 跟资料公开 让企业获得准确的资料 并加强民间参与 那企业呢 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多的TCFD 跟SDG ESG的标杆 让他们能够量币逐劣币 量币逐劣币 然后民间 包括我们学术界 能够进行文型开发 还有基金资料的处理 然后民间团体 进行体制内外的监督 那希望能够 大家一起往前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变仲贝教授的精彩分享 那有请主持人与各位语坛贵宾上台就坐 好 我知道slido上面已经有蛮多问题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会挑个集体比较重要的 请我们今天的语坛的贵宾 来做一个说明 那我希望说几位语坛贵宾可以直舞不言 好 没关系 我来这边看 好 那这边提到就是说 在这第一题其实上一个session 已经有提过了 这个部分我们就跳过 因为我想大家的时间都有限 好 那第二题的部分呢 我想他提到了就是在疫情跟经济发展当中 物流的成长性需求提高 以及就是说怎么样从这个石油产业转移到 矿产资源深入开大方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提到国际简单的期待跟经济成长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 李局长这边来跟我们做个分享 这一题比较特殊啊 就是说你要从物流的成长性啊 我想这个减碳的一个流程啊 就是包括你从生产制造到运输 这原料到生产的工厂到你做这个物流 其实都需要做这样的课题啦 所以也不一定只有说像石油啊 矿产资源 因为我们去像台湾也没有石油 没有采矿 可是这整块的这个 所以我们要有碳足迹 还有做碳盘查 那这个部分呢 大概在我们产业的这个 这个过去有累积一些经验 我想以物流业来讲 其实像我昨天去桃园 刚好一个物流公司的总裁也在厂 所以对于物流业怎么样去做 这样的减碳的一个做法 我想厂商也非常的关注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 温室气体减量的部分呢 在会变成7月后变迁法 所以会从整个政府的部门 交通家负责交通的 然后产业就我们来去做推动 我想这样的全面性 来面对这个气候变迁之下 我们政府或是民间 应该怎么共同携手来做努力 谢谢 谢谢局长 所以从这个政策面 以及产业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布局 那未来我们就来看 怎么样来因应 那第二题是针对 就是在Walfrong Home的期间 有蛮多企业有远去上班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我记得台客大林总也提过说 其实在Walfrong Home的期间 台客大有蛮多比例的员工 就在家上班 但虽然现在其实疫情趋缓 仍然还是有蛮多员工在家上班 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请立会副总 来聊一聊 这个部分台客大是怎么做的 好 谢谢 可以减少一下那个伸展的 那个身体的伸展 台客大其实我们算很幸运 因为本身的产业就是比较科技 科技转型的早 所以不瞒大家说我们其实现在都还在Walfrong Home 也就是其实都没有 我们除了门市跟部分职务上 必须要在办公室坐证的同事之外 我们现在可以Walfrong Home的这个部门 七成 百分之七十都还居家上班 那居家上班的好处 其实当然缺点也很多 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研究说 什么时候要开放让员工回来 那当然进办公室有必要行业 凝聚共识啦 快速讨论啦 跟人之间互动其实还是有必要的 那但是基于疫情的考虑 这里面就对所有企业来说都会是个两难 所以我们现在也其实在开放 我想总经理从 林总他是从一个新创团队出发的 一个很优秀的这个主管 所以他到这个老店性产业来的时候 也注入了我们很多新的观念跟新的想法 那在科系创新上面台客大这几年走得比较快 那你会发现其实当你解决了员工 所有的远距上班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work from home 它的效率其实比我们之前进办公室上班 要大幅提升很多 比方我们从这个会议结束到下一个会议 其实就是一个手指一换就换到那个meeting room 那也因为减少了很多commute的关系 办公室的这个冷气也好 又水电大幅地降低了 所以其实台客大可能如果将来你们听到我们要转型 就是成为以后不用进办公室 就是有co-working space这样的一个企业 各位不用太压抑 因为我们深刻体验到 这是疫情带来的强迫转型的好处 但我们也在重新适应一个困难 也就是说这也是CSR的一环 就是你如何让员工这么有效率的工作 但是不会不知不觉被超时 所以我最近才跟我同事下了一个命令说拜托 7点以后那个我们公司公务的通讯软体不可以再想起 除非有紧急事故 同时有些时候工作起来忘记了 很方便其实就会在群组里面M家 那包括也是提醒我自己不要这么pushing 所以我想以疫情来说 它对于科技转型的适用性 带来的这个减碳效益 其实是非常显著的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台客大在本身的科技力 能够协助更多的企业 其实我们跟富邦运作得非常非常熟悉 所以有很多比方说M家的这个通讯软体可以让 即使打到办公室分机的电话 外部的电话都可以直接转到我们的手机来 那运用这样的科技解放让大家在疫情过后 能够享受到科技转型的好处 而不是只记得疫情带来的这个痛苦跟生命的威胁 我想这个是未来后疫情时代 所有企业在推动ESG跟推动员工福利的时候 一定要正式的一个课题 谢谢刘副总 那我们其实也共同合办了一个team富邦的 世界台湾第一场线上的这个奥运选手的庆功宴 那我现在这个科技的运用 其实也会让我们各式各样的活动 无远佛界让参与的人更多 但是呢热情或者是我们的祝福 其实是完全不会有减少的 那下面一提呢 企业做TCFD会遇到哪一些困难 我相信刚才不管是刘副总也好 或者是说张经理也好也提到蛮多的 那刚才其实张经理也有提到说 今年9月有出第一本TCFD的报告书嘛 那我相信刚才其实提的还蛮美好的 但是其中应该有很多干苦谈吧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您在制作这一本TCFD报告书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还是阻力 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 无论是在推行跟CSRS 就是SDG啊 ESG各方面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真的是董事会跟高阶主管的支持 那如果能够由上而下的话 我想在企业推动一些事情都会比较顺利 那像TCFD我们虽然是在2018年 其实已经在CSRS report中导入了 那毕竟它并不是一个法规强制的 那我们在一个 它要做很多的一些研究啊 那一些财务分析其实是要花很多的 跨部门的组织的沟通 像刚刚另一位副总说的 他们有21个组织 我们大概也差不多 大家需要讨论 然后大家需要跟一些外部顾问请教 那等到变成一本 就是完整的报告书的时候 我想没有错 其实大家一时半刻 其实并不一定说 好我们来做吧 一定不会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当我们慢慢就是在 我们在2019年由董事长成立了 就是我们的EAG指导委员会 那这个由董事长挂帅的委员会 我想他对台积公司起了一个非常 我想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转变 因为我们的董事长刘德英董事长 他亲自来看EAG相关的趋势 那我们的很多的外部的重要的投资人 其实也放心关心 无论是TCFD或SASB 等国际趋势的一些要求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那我们对于TCFD 我们是不是能够出一本完整的报告书 借以来体检台积公司 在整个其后行动中的策略 一些中间遇到的一些事情 讨论有一个聚焦点 我想就是因为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才把它做出来的 所以从上到下 Top Down的力量 不管是有一个Commitment也好 或者是在组织上面 有更多的资源投入也好 我相信是推动EAG或者是TCFD 还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下一题针对这个CTP的这个国际评比 他在说业务上有十年内的实际风险可以评估 那目前这个资料的取得并不容易 那这个部分因为台客大在CTP 已经连续两年荣获A级 是不是也可以简短分享一下台客大的经验 我们其实在2019年的第一次 出我们的TCFD的时候 就是用实体风险来评估 那我刚刚就说 其实我们觉得那些资料 其实不是那么的全面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那个 相关的TCFD的这个 比如说客观的数据的资料库的建立 或者是模型的建制 其实都还没看到 所以我刚刚说我们那一年 评估的实体风险 以台风来做的时候 金额其实并不高 然后我们常常想说 这个报告这样对我们内部 有没有任何警惕作用跟参考价值 所以后来 这一年我们选择做转型风险评估的原因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觉得还是很希望 就是说 当然国外有一些资料库可以参考 可以有一些文献可以去做一些数据的引用 跟计算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 国内要有一个相关的这种风险资料库 跟相关量化的一个依据 让我们可以有一些 做出来的报告可以根据参考价值 但我跟我们同事 我们在沟通ESG的所有任务跟目标设定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的观点 就是说不要认为 要等到万事具备之后我们再来做 因为那就是来不及 而且当下你做的时候 比方说像TCFD 应该台湾是22年或23年开始 要变成是必要项目嘛 但是我们走得很早 当我们走得很早的时候 你可以try arrow 你可以允许犯错 所以人家不会觉得说 你第一本出出来一个不完整的 我觉得多数的人 不会用这么苛刻的条件来看一个 愿意去尝试新的挑战的一个企业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lesson learn很重要 就是我们从这一个case里面 我们学到了什么 原来模型的建制跟参考文系 是这样的概念去做这个TCFD的评估 未来每一步在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得更扎实 而且更完整 然后我们可以获得更多 跟别人交流的机会 所以实体风险的资料的这一部分 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下 我们还是开始做了 但是我想未来长期 不是说台湾的政府不做 而是说国际趋势上面跟环境的议题 真的是日新月异 那我还蛮开心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董事长在2020年底吧 就开始问我们说 那我们TCFD的进度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告诉他 19年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份了 那21年我们又做了一个新的不同的尝试 一个是实体风险 一个是世卫转型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困难度再高 就是做就对 我们公司内部常常做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其他部门同时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花很多沟通的内部沟通 所以比方说如果你从我们官网上 你可以看到台湾大哥大 有一个2030愿景计划 我们在18年底提出的时候 我要我们所有部门 按照他自己的每天的营业范围 去制定他的业务范围里面 他要遵守的ESG的 拉出一项制定KPI 自己去制定比方说 假设他是行管的部门 他可能要去设定一个 那我的 应该是说我们这个 客户续约的部门 那他制定了一个 我其实都不规范他们 但他去制定了一个 我们在客户签约的时候 我的用质量要减少 然后从那一年定到2030年 他的路径要怎么减少 演算的方法要怎么减少 然后他们常会问我一句话说 可是我怎么能够为12年后的 我负责呢 而且12年后我可能 应该是不在公司了 但是我说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让大家去想 去做 然后设定一个科学方法 去想方设法的达标 所以我们在18年去做出了 2030新大运景计划的时候 定了51个KPI 到今年 我们今天说去年年底 我们重新再调教过 就发现当初有些同事 定的不是那么的精准 但是我们有了一个 很好的开始 当第二次再调教这些KPI的设定 跟项目的沟通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要花的力气 少很多很多 大家认为那是他们的责任 那也是他们一份该做的事情 就在他的商业KPI之外 自己都会自己定自己的ESG的KPI 那更比较讲我们的高层 就是VP以上 或者是董事会 每一个人 大概也是从17年吧 就开始自己在你的商业KPI之外 要定一个ESG KPI 而且要选三题 就是一个自选 一个必修题 两个是 两个必修题 一个自选项目这样 那你一定要写三个 然后到时候 跟你的这个考期的联动 不会只有商业KPI而已 所以我想很多事情都是 我们要做了 做过之后 再来慢慢调教 但是千万不能 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 你再来做 那时候其实 已经 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好 谢谢 所以可以先思考一些assumption 然后根据每个企业的属性 辨识出重大性 再来看看说 这些评比所需要的资料 大家要怎么准备 那当然CDP 其实在台湾 也有蛮多企业得到A级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 根据这些企业的一个报告书 来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订定的 那我想最后一题 有关于这个C-BAN的这个议题 大家现在也非常关注 那我想先请 原来还是局长 来跟我们做个说明 那最后呢 就请辩博士 也在这一点上面 给我们一些意见 好 这一题 这个确实 C-BAN这个草案 在这个规制 规范那个管制货品上面 用如果用国际海关CM 看大概248项 那大概我们部里头 是有贸易局 去把这些都一个一个 从池袋挑出来 那我们输入的品项里头 大概有128项 那所以我们Google 可以看到 大概总金额是200多亿 新台币 那占我国出口 大概千分之2.4 那这个里面 大概品项最多就是钢铁制品 所以我们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来去做协助 因为这里想说 国家提供什么协助 第一个当然是企业这个宣导 因为C-BAN这个2023开始做到 2026这一段的期间 那当然这些准备都要准备好 那第二个我们当然要推动产业来做减碳 因为这个其实你要做到近年 如果没有做减碳 当然是做不到 那C-BAN的部分 尤其减碳就在这里有特别重要 那我们希望也让企业 第三个是推动产业来降低产品碳行量 还有产品的绿色认证辅导 这个面向 那这样去推动的时候 他可能在产业的一些制程的改善 或是燃料的替代 或能资源的整合 还有我们局里头 还另外推一个绿色工厂的标章 那对于建制这个能源的管理系统 其实导入ICT 让这个资料能够数据化之后 还能够去做管理 我想这些的一个措施 大概分别会在能源局跟公益局的计划里头 去做执行 那对于这个未来再做盘查 还有这个碳足迹的部分 当然这个是现在也是要努力去做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跟厂商的一个努力 大概也不只对西边而已 因为对于这个减碳这条路的路径上面 那国家也要画这个路径图 每一个产业也需要去讨论出 他产业的特性的部分 怎么去做 然后做到他的路径图 那大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假设这个钢铁的部分 是比较多品项的话 那中钢往下在供应链上面的一起协助 还有中钢本身的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一起要去努力的 谢谢 谢谢局长 有了 好 那个我也顺便回答一下 刚刚那个十年的实体风险 那那个的确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有在跟 风险中金是有在跟中研院在合作 我们在谈实体风险计算的时候 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们能不能算出十年内 甚至三五年内 那的确是有突破 的确是有突破 那包括淹水 包括缺水 包括高温这样子 那但是这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知道 大家有看手机吗 就是看那个气象预报 气象预报的就是降雨几率 降雨几率明天都不准 就是我明明就是跟我讲 跟我讲五十 但是不准我就会骂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类似的东西 如果我预测三五年后 会有多少的所谓的实体 淹水风险 那不会发生 那我们个人看到这个降雨几率 都会有一点就是抱怨了 那对于银行业或对于企业而言 这个几率的问题 它可能是牵涉到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流 那这个部分 真的是我会 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去释出 怎么再去计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可能都大家共同讨论跟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在科学上跟科技上 应该快要算出来了 但是到底怎么用 我觉得大家都要再讨论 这个是个问题 那再来是探关税 我觉得刚刚局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只补充两点 那第一个是其实不只是欧盟了 因为美国也在演你了 那那个东西其实会 对台湾影响更大 那第二个是 要考量到台湾的最主要竞争对手 就是南韩 那南韩它的探费的征收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到时候其实 台湾如何在出口 不管到美国或者说在欧洲 其实如果在面对 台湾的探费如何 或探税收得非常少的时候 那如何跟南韩的竞争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 谢谢 谢谢编博士 那非常谢谢今天四位讲者的参与 那也非常感谢现场 在座的各位 陪我们大家到最后 那事实上呢 面对这个台湾竞争的目标 不只是这个路径上面的规划 策略的研拟 其实大家的实境也是非常重要 那今天非常感谢四位讲者 今天来我们的 立定我们的现场 给予我们那么多的 宝贵的知识与经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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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